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 4月份经济数据在疫情下比外界预期差 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2.9% 其中消费品零售总额年间11.1% 到两年来最低水准 全国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到达6.1% 是2018年以来新高 总的来看 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 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统计局把经济下滑推到疫情头上 但报告没有提到长三角地区 因为风控而造成的产业链锻炼 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打击 官员还是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经济学家则指出 中国出现生产下降的局面 既因为疫情以及上海封城等因素 同时中国本身的商品价格也在上升 让中国下滑的经济雪上加霜 官方本来预期 2022年经济成长率要到达5.5% 恐怕难以达标 不但如此 习近平的第二届任期 即将在2023年届满 分析指中国经济表现差 可能会影响习近平连任的威望 目前中国经济下滑 导致习近平威信受损 但分析指习近平还是会大权在握 分析指出 由于中国的结构 习近平一手控制中国党政军权力 尽管有民众不满习近平 党政内部也没有迹象 有任何一方势力 能尝试取代习近平 环宇新闻梁玉琪综合报道 环宇全世界2.0 超高知识含金量 紧扣全球局势变动 提前掌握国际趋势 环宇新闻台开启国际视野